廣東話 大家好 我是電俠 前陣子就出了一集 100個香港人常用句子 雖然只有10個 還沒完的 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集嗎 喜歡就快點給個讚 和瘋狂分享出去給朋友看 保養電俠和團隊們 知道大家想看 想學的內容 我們得以繼續下去 姑且就當著大家想看先啦 那我們今集就繼續來 第11-20個 廣東話常用句子 大家準備好沒 沒啊 你得理 100句廣東話常用句子 第2集 沒問題 阿哥我告訴你 我沒問題 這個這樣的對白 其實是上年有一段時間 在香港也挺流行的影片 是一個在香港住的泰國人 等巴士等得太久 但是因為廣東話不太會說 而跟司機展開了激情對話 沒問題就是沒有問題的意思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廣東話口語裡面 我們一般會用沒有 取代沒有 沒有 正常只會出現在書面語上面 什麼 什麼事 喂電客過來 什麼事 什麼 其實是 什麼的合音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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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什麼的意思 經常會出現在移民句裡面 好 不緊要 哎呀 我忘記帶了一把傘給你 哦不緊要 我還有一把 哈哈 做什麼 不緊要是廣東話的口語說法 代表不要緊的意思 除了緊要要緊這個次序相反之外 廣東話的緊要還可以用來做形容詞 表達重要的意思 你對我來說 很緊要 就好像 空氣一樣 哦 等一會 麻煩文丹 等一會等一會 我來吧 喂 多謝了 姐姐 姐過 姐咩 麻煩姐姐 呃 哇 不要趕時間那樣 用是請求讓老的時候用的 講法變化比較多 除了借借 前面可以加上麻煩 比較有禮貌 另外 也都可以說 借過 借咩 只是說麻煩 都可以 麻煩麻煩 麻煩麻煩 先想想 一會吃什麼呀 先想想 呃 吃 茶餐廳好沒有呀 沒有 好 想就是在廣東話口語裡面 表示思考的動詞 在書面語裡面 我們會用個想字 但是口語呢 我們只會用個想字 不過如果是用在表示希望的話 我們仍然會用個想字 我想吃蛋撻 好 原來是這樣 知不知道為什麼電客這麼窮 都住這麼大間屋 為什麼 因為他窮得只有錢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發神經 原來是這樣 就是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是常用的一種反應用語 好 可以 可以 我吃不吃得呀 可以呀 吃吧 好 可以和可以有同一個意思 我們平常都會用到可以這個字的 但是用個得字的話 後語感會強一點 好 好 電客會說多少種語言 不中的 你會不會電客 不會呀 那你就要看看他的影片 有兩種用法 第一 用來表現能力 會聽 會說 我會聽不懂 第二 是認識 結識 省略了之後的動詞 好像 會不會這首歌 我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好 對呀 這個廣東話我這麼說 對嗎 對呀 好 對是一個廣東話口語 代替 對 的意思 然後 還有其他用法 用來代表 適合 好像 對身 對食 就是例如 件衣服 好合身 一些東西 好合胃口 這個意思 好 好 今集是100個廣東話常用語的第二集 我們又多了10個了 廣東話的這些常用句子 知道大家學懂了嗎 有另外想學的話題 有不明白的東西 都歡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訴我們 好 影片就先到這裡 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讚 還有分享出去給朋友看 不要忘記訂閱電械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